台灣真的是在創造這個奇蹟 一方面說這個史上我們台美關係最好 台澳關係最好 什麼關係都最好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唐鳳政委 去參加 應邀參加 參加這個美國政府的主辦的民主峰會 可以當場被打臉 可以當場被打臉 把我們黑掉 把我們民主掉了 我們也不會難過 也無所謂 那所以吳釗燮現在叫做吳六段 我的柔道有黑帶 但是我只有一段 所以摔下去還一個人 他已經現在是六段 可是蔡英文 蔡總統現在叫蔡八段 即將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不要變成蔡九段 因為九段已經是我們柔道的 最高段了 再下去就是粉身萬段 我真的希望我們 還要再加把勁 我知道外交非常的艱難 對岸的老共 當然不會停止 孤立我們的 不會停止的 那我們自己如何自立自強 總要給個說法 給人民一個交代 我想問一下 羅志團議員有翻出范園委員之前 沒有加入民進黨之前說 民進黨是忽然的 綠色 要互找交 國際的立場好像不太一樣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這是我早年 三十幾年前我在美國 我一方面學習警政 同時我也是一個政治學的博士 也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博士 那時候老師就告訴我們 為什麼民主要制衡 立法 行政 司法 三權鼎立 然後還要加上 非常勇敢的第四權 就是媒體 記者們 那本來媒體的功能 就是要監督執政黨 不要讓它濫權 因為再講一次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但是在台灣比較不幸的是 我們媒體因為現在生存不易 所以絕大多數必須要靠著很多是由政府這邊來的一些經費 我們也完全能夠諒解 不過像范園委員 其實我也看到很多人 我認識他也算很久 因為我們在這個性別平等的部分也有重疊 我覺得雖然黨派不同 但是我也是尊敬他有理想的 但是這樣子的 這個才短短幾年之間 然後可以就同樣一個議題 同樣一個問題 完全不給說法 完全 就是向權力低頭 我覺得這個對一個學者來講 一個學者出身來講 學者比較可貴的叫做封股 如果連封股 都可以交易掉了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 我也想問一下 韓國要加入這件事情 然後全體重視都喊說 我們要贏韓國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在把金帽跟萊豬 開金帽進口 然後劃上等候之後 又高喊說要贏韓國 我也很想贏韓國啊 我們從幾十年前 什麼棒球啦 籃球 我也都想贏韓國 但是 要贏韓國 不要靠口號 要靠實際 我們在金帽上面 應該要有的實力 那以現在來講 我就像我們台灣 我們 最大的實力是什麼 我們的 台積電 在全世界 勢戰力最高 而且是 所有最高階的 最高端的 這個需要 對晶片的需求 都仰佔我們台積電 但是想想看 人家一個韓國 他們雖然那個三星 好像是 這個 追不上我們台積電 可是人家可以在 搶疫苗大戰的時候 韓國 如何挺身而出 去跟 美國去畫 我們呢 一切軟趴趴 你要把你的實力 不是光靠嘴巴喊 要用行動展現出來 你要是能夠讓 任何一個跟我們 交涉的國家 承認我們的實力 那就才是真正的影響 對於 侯市長在臉出發文 對共同的看法 你的問題 侯市長 他是一個 很想承擔的人 所以他的顧慮比很多人都多 我覺得他的壓力也很大 那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侯市長昨天那篇 實在是很長的一篇 在我的 這個跟他幾十年的交情之中 我很少看他寫長篇大論的文章 除了他的論文 他的論文寫得非常好 博士論文寫的 這個殺人犯罪的這個 很讚 可是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稍微去 去 爬梳一下 他在裡面講了一句話 我倒是看 看進去了 他說有執政權力的人 就有責任要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句話 是他用一個 他 一貫的 形式 作風 然後很委婉的講出來 執政黨 你是一個有執政權力的人 民進黨 你就要負責解決現在 人民對於 比如說 我們的藻礁是對於 環境環保上面的 我們的不滿 我們 對於 這個重啟核四的這個公投 為什麼還會再 再度再弄出來 其實是因為 核能 現在全世界 都已經風向都已經變了 然後 只有核能 而且已經 被 肯定為一個乾淨的綠能之後 只有核能對台灣 現有的狀況來講 是一個穩定的 而且 可以 支撐 像台積電 這些高科技 產業的一個 穩定能源 所以 必須要重新去思考 那當然 反萊豬 這是全民的心願 如果 大家去看看 現在所有的民調 除了 被洗腦的 或者說 反正 我也吃不死的 那種 人之外 絕大多數 現在 反萊豬 不管是藍綠的民調裡面 都還是 都還是 反萊豬的 多於 贊成 萊豬進口的 那麼 我們自己想想看 我們也不必 我也不必打腫臉 充胖子 國民黨的支持率並沒有這麼多 我們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民意 現在是 國民黨去 清淨民意了 去 貼地氣了 去 清淨人民 去幫人民發聲 可是我也很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要 文 黨意 變色了 也就是說 不要把這個黨意當成是自己 去 進行自己 理性思考 去做一個良性思辨的 一個障礙 那 侯市長講的 有執政權力的人 就要負起解決問題的 這個責任 我覺得這句話 我 還是認為 很有道理 想要請教一下 對我官員行政院長 雖然常常跟蔡英文搭行政專機 直後就先講 如果現在是傳出 他們已經付清了這個費用 無論金額還沒有確定 這樣的話就會被打成說 現在是間接的承認說 我現在當初就是沒有誤會的 蔡總統跟蘇院長使用行政專機 去進行 這個公投的宣講 因為他們的公投 場子 經常都還 還連結了 有很多的助選的活動 比如我就看到 我們這個本院的 同仁 莊瑞雄他們幾個在抗議說 潘孟安 這個縣長 就在 這個 公投的場子裡面 直接就指定了他的接班人 所以 這個很扯不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經常講說 馬英九以前有做過 馬英九 每做一次 他如果是不是 處理 國政的 如果是跟黨相關的 其實他 馬英九是一個有政治潔癖的人 他馬上就付清 那麼我覺得 昨天當然我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上面 看到了這個國防部的官員 我 從來不知道國防部的官員也會在這個時候 獻出投名狀 我希望是兩海 這個兩岸開 開戰的時候 你會是一個獻出投名狀 願意踩 這個衝第一的人 不要在這個時候 還告訴這個 有一個李中將 還去跟 跟王上將講 這個有政治目的 你不要回答 你不必回答 這種 實在是 緊湯 五湯 這個五湯 海台灣 五湯海 中華民國 那 蔡總統跟蘇院長 願意去把行政專機的 郵 郵費 給付掉 我覺得很好 希望他們用的是民進黨的 這個錢 因為民進黨現在很多很多 黨產有很多的錢 還有很多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連林秉書都這麼有錢 我猜他們這個應該付得起的 我最後一問一下 關於像明天2022 民進黨有 允正台北市長這一站 你聽說會派 這個 簽證文 我看 我也看新聞 我也看到新聞 我對蔣萬安很有信心 我對蔣萬安 因為我最近這幾天 在每一個這個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都聽到一句話 不要萊克多巴胺 只要蔣萬安 我對蔣萬安 對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